今天的台湾大明星单元呢 我们一起来看的是台湾的电影 从民国50年代开始 钟影就是扮演的火车头的角色 也颁设着这个电影呢 肩负的政令宣导的任务 像是柯女养牙人家 讲的就是农村的生活 而目的是要宣传当时的农业改革 至于望洋中的一条船 是要激励国人来奋发图强 而家在台北则是希望海外的学子 能够回国贡献所长 这就是柯 这不是介绍柯的纪录片 这是民国53年 钟影拍的柯女 也是台湾电影史上 第一部的彩色电影 健康写实的柯女 女主角王莫愁当时还是师大学生 清新脱俗不但票房亮眼 也在亚太影展拿到最佳影片 为国片争一口气 接着钟影立刻推出 养牙人家 当年才20岁的唐宝云 气质清新 一炮而红 成了台湾的养牙公主 于衍她父亲的葛湘婷 在成千上万只的鸭子当中 勾勒出台湾乡村的面貌 甚至还加入了歌仔戏的片段 而盛大的农产品展授会 呈现出台湾农业 欣欣向荣的景象 算是台湾媒体第一次置入性行销 中华民国已经开始有这个 在农业上投作巨大改革的一些 响亮的政策 三七五减出 跟着有七天 他去拥抱这些农业政策 跟宣传的时候 他是用一种比较 他们认为比较光明的 乐观的态度 那个时候 老蒋总统刚刚拨迁来台 历经图治 实时准备反攻大陆 电影一定要写实健康 感动人心 甚至要残而不废 最经典的就是这部 一个残天残 双脚天残 站起来的一个人 而值得尊敬的一个年轻人 那么这个精神 是我们这个社会 必须崇扬的 双脚残障的震风喜 从小就跪着爬去上学 直到高中 装了一只 才能站了起来 不屈不挠 考上中心大学法律系 出版自传 汪洋忠的破船 当时的行政院长 蒋经国 看了非常感动 清定改名为 汪洋忠的一条船 两年后 搬上一幕 有点凤子拍片的味道 男主角秦翰 同心欧帝 得将小腿往后搬 跟大腿绑在一起 几次狂风暴雨 逆境求生 象征台湾不屈不挠的精神 据说当时电影院里 婆婆妈妈哭得好惨 影片大卖 还在当年金马奖 一口气拿下了最佳影片 导演 男主角 童心等六个大奖 很可惜 听说现在连图书馆 都找不到这门小说了 还好中影 保存了老电影 那个年代啊 经济逐渐起飞 教育受到重视 来来来来台大 去去去去美国 但是拿到硕士博士 你一定得回来 共赴国难 于是乎 家在台北 就拍得顺理成章 大家认为去年轻的学生 念完书 第一件事就是要留学美国 都没有想过为什么 以前的这个 在六零年代跟七零年代 这是蛮知识的 在意大利学电影的导演 白景瑞 学成归国 透过家在台北 呼吁海外游子 别忘了家乡土地 需要你啊 电影建构的台湾社会 万众一心 不但海外精英 放弃高薪回乡建设 小人物也在为国家社会 奉献心力 一个女工的故事 主角正是台湾经济奇迹 背后的小人物 民国七十年国片 《龙的传人》搭上民歌风潮 除了主题曲《龙的传人》 还有许多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 男女主角各个热血沸腾 康慨激昂 都在抗议山姆大叔 背信忘义 弃朋友于不顾 那个时候 台湾国际形势 越来越险峻 大陆也走向改革开放 任谁也很难想象 三十年后两岸关系 会进入另一个新局面 一大段只有现场音 没有对白 没有配乐 民国七十一年的光阴的故事 引领国片进入了新浪潮时代 这一批年轻人 他们开始希望面对现实 在影像中间 重新拉到跟社会中间的 这个对应关系 关于故事出来的时候 是受到巨大的欢迎 尤其知识分子跟年轻人 那真的是拥抱这部电影 三段故事 三个年轻导演 柯一震 杨德昌 张艺 取材都来自于台湾生活的点点滴滴 不同于过往的说故事能力 三位导演后来都在国际影坛 也争得一席之地 他们的作品 为台湾电影争取到 一丝丝回春的机会